封面就定下这张了 张澄澄的这次拍摄 稿件分成两个部分 专访分两种 所以就放在征看的首页 剩下的放在公号里 莉莉 你把录音整理出来 好 玛丽 专访用什么问题写比较好呢 问答方式吧 太简单了吧 拍摄手机怎么样 拍摄手机 拍摄手机 莉莉 莉莉 你笔借我用一下 你不是有笔吗 快了 安德鲁 您觉得拍摄手机怎么样啊 可以 用拍摄手机的形式带出专访 安波 那就你来写吧 我就是出个主意而已 玛丽 这个选题从头到尾都是我策划的 专访也是我去采访的 交给我写吧 你的强项是策划 落实到文字上 还是交给安波吧 公传号那边不也有很多文章要做吗 要记住 协同作战效率更高 那我怎么知道它的文字 能不能够传达我的策划理念呢 要不这样 我要五千字 你们各式一份 谁写得好就用谁的 这不是重复劳动吗 这当是专业考核吧 好了 我们散会 你还给我 给 韩清 莉莉 你一助理跑到娱乐部来跟我抢稿子 这是你的工作范围吗 我没抢 这不是安德鲁跟麦琪刚刚布置下来的吗 说声不你都不会吗 领导布置下来的任务 我一个拿工资的 有什么资格随便说不啊 韩清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向来都是有理有让有话好说的 谁借给你这个胆子跑到这儿来跟我较劲的 那也许是我要养家糊口 既然掉进狼窝 我总得晾出牙齿吧 不能就这么轻易地被狼给吃了吧 狼 我是狼吗 你才是那个披着羊皮的狼吧 别以为跟安德鲁有一腿就可以挤掉了 识相的话就赶紧滚出去 不然咱们走着瞧 你说什么 我跟安德鲁 你别造谣 要是没有这份暧昧的话 一切回来得这么容易吗 玛丽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 看出安德鲁对你有意思 就提拔你挤掉我 可别告诉我你没有这个打算 我就没有 你敢说你不喜欢她吗 整座楼的人都喜欢她 你敢说你对她不动心 你少问我身上泼脏水 莉莉 下方那两百万的广告是你撬的吧 原来是因为这事啊 我说你怎么一下就伶牙俐齿了呢 下方那两百万的合同不是我撬的 我又不在广告库我又不缺钱 别人挑拨你也信吗 你自己做没做你自己心里清楚 要按我以前的脾气 我饶不了你 可是看在下方帮过我的份上 看在以前我们都是同寝师好朋友的份上 我不跟你计较 但你也别得寸进尺 就因为我们曾经是朋友 所以你应该很清楚我的处事原则 朋友来了有美酒 豺狼来了有猎枪 在我面前你想做哪种人 你自己选 江澄澄的采访录音 我是不会给你的 祝我们合罪愉快 喂 江小姐 您好 我是安倍儿 实在不好意思 我有件事情想请您帮个忙 之前您在鲁心堡的时候做过专访吧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录音文件老是听不清楚 您能让我再采访一次吗 就四十分钟就行